面对坚持想要离婚的妻子 张先生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动摇 在他看来 那个曾经怀着一颗大爱之心 把项女士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自己并没有变 可是如果妻子的心已经随潜伏而去了 他也只好放弃 此时在观察员朱永卓看来 张先生既不是英雄 项女士也不是美人 我觉得南方有一句话 对你们这个关系总结的特别好 就是英雄救美人 在这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你们之间的一个情节 你把自己当做了英雄 然后你去救这个美人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把你当做了英雄 但是他会发现 你有英雄的担当 有英雄的责任 有英雄的爱心 但是没有他期待当中的英雄的心胸 当他把事情做得不符合你的要求的时候 你会大发雷霆 你会发脾气 这样一次一次的就把他伤到了 我记得在那里面 他说了一个很明显的一句话 就是 你做二十次 不如伤他一次 对这个话听过 我也不想伤他 所以说 你要看看你自己 在跟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总会这样 虽然你说情感更重要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 你把对错看得比情感更重要 所以这是我想对你说的 同样的 在这个婚姻当中 实际上 因为你刚从上一段情感当中 实际上还没有走出来 你对你的现在的丈夫 你是有很高的期待 甚至你希望你的现在的丈夫 能够超过你前一人的丈夫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发现 它是有一些优点 但是那种情感的东西 它并没有给到你 这个东西让你非常的失望 你非常的伤心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句 就是你的脾气 是不是也硬了一点 尤其是你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立马的提出离婚 你要知道你们是第二次的婚姻 为什么不能互相包容呢 为什么用一种冲突的方式 用一种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缓和的方式呢 你的心胸又在哪里 你的包容又在哪里 我知道你在这个婚姻当中 你是非常希望你丈夫能够理解 关爱你 但是你能够懂你的丈夫吗 你真正能关心到他了吗 所以说回过头来说 在这个婚姻当中 一个既没有当成英雄 一个也没有成为美人 你是在爱自己的家人吗 那当然集中来讲 你是在爱他 我觉得你这个人 在情感上来讲非常饱满 真实 可是你们家爱也好 教育也好 从你这个角度出发 既不是爱也不是教育 总觉得是一种控制 或者叫一种管理 就是你是按你的感觉 把这些人拉到你的生活轨道上 非常非常自主地活着 今天他的叙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程 就是他试图在这个短暂的 你们的接触的时间之内 去寻找理由 待在你的身边 越早越少 他刚才已经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也其实也在想 他待在你身边图什么 经济上没有什么好事 情感上大家又磕磕碰碰 孩子的问题上 就更是矛盾重重 图了什么 是不是啊 那如果反过来说 我跟他在一起图他什么 你们俩为什么走在一起 如果你主动性多一点的话 你就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这点都明白了 比如说我请你来我家吃饭 完了之后我问你 你干嘛来我家吃饭呢 你来我家吃饭我图什么呀 那你不要很纳闷吗 你叫我来你家吃饭的呀 是啊 现在很多冲动也改变了 两人都不应该 所以他刚才也说了一句话 你现在也嫌弃他 我没有嫌弃他 但是如果你这样去想 你就嫌弃他 两位能理解到 我们所讲的这些 那去再努力努力 如果都无法理解 或者说价值观不同的话 其实当下也是你们分开的最好时机 那就看你会怎么去把握